編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凡人的世界 凡人的誓言 無聲無息跨越 喜怒笑淚擾點 那一切 好像完全记忆感谢 这一场情感的考验 仍开始转变 买了内心的感觉 与人眼睛的直觉 飘小的伟大 重凭一份信念 乐足明天 眼神流露不遇见 心着心 美好都呈现 谢谢你 任她的一天 感到千百遍 谢谢你 任她的一天 感到千百遍 我不要回家 我真的不能公开你 放开你 我真的没有办法忘记你 我真的 放开你 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 我忘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走 我走 好 好 好 你不是去美国工作吗 我辞职了 今天刚回来 为什么突然辞职 去了美国才知道我离开不了你 其实工作可以再找的 可是你就这么一个 没有人能取代你 伯父赛的肉麻 不要这样子 没有礼貌的 我的确是肉麻了一点 可是他已经没见到你 我情不知境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我看到静柔在社交网站 查询 我一架飞机就立刻赶过来了 你这个小鬼 什么事情都连在时间线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饿不饿 我带你去吃夜宵 不用了 我想回家休息 谢谢 我知道你很累 所以我特地来接你下课 其实你以后可以不用来接我的 你怕我麻烦 放心 我一点也不觉得麻烦 能来载你是我的荣幸 你干吗买那么多东西 我本来想煮晚餐给你一颗惊喜 好 我帮你 怎么了 生气了 刚才是因为 你怎么来了 我每天都过得很痛苦 你知道吗 你干吗 你干吗喝那么醉 美代 我求你 你不要离开 没有你 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有意思 你不要这样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不断告诉自己 你已经不在属于我 我假装祝福你 假装你放下 我每天喝酒 麻醉自己 你不要这样 我帮你打开 不 我不要回去 我真的不要回去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那她要抱你 你为什么不把她推开 她力气那么大 我有什么办法 信不信由你 如果你的女生来找你 你会怎么做 我当然会毫不犹豫把她推走 是真的吗 如果她再不听话的话 就一脚把她踢开 我才不信 你不是说她煮饭给我吃的吗 我饿死了 要我煮给你吃 行 先补偿我的心灵创伤 你要对我有信心 我跟她已经成为过去了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我的女朋友 跟别人的男人抱在一起 我会吃醋的 醋很酸的 小心吃多了 对肠胃不好 不要跟你说了 我去冲凉 要不要我帮你 不 不 你怎么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 今天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要向她告白 没想到 她拒绝你了 我话都还没说出口 我就看到她走进那个男人的车子 别难过 没有我一顿公主 还有BCDE公主 好吗 以你的条件 不用怕我没有女人药 好吗 大哥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靖茹告诉我 你在为大嫂庆祝生日 要给她惊喜的 我慢了一步 在我出现之前 已经有人出现 让惠美惊喜 谁 那个Sean 就是了 他送一大树玫瑰花给她 我呢 送一朵而已 我怎么跟她比 这还是我第一次送花给女人的 大哥 不是吧 你就这样放弃 你至少也要进去祝大嫂 生日快乐 我才不要 进去做吗 至少没趣 那一瓶 你该尴尬很去跟那瓶 不见得你会输给她 算了 不要讲我了 你呢 刚刚开始谈恋 应该很甜蜜的 现在出现了第三者 报应啊 真的是报应 以前我是他们的第三者 现在他回来变成我们的第三者 你说那个远距离 他们不是分手吗 我看得出 他没有完全放下美代 那MD怎么说 MD跟我保证 他已经对这个家伙死心了 不过 我可以保证 他不会那么轻易放手的 我看你想太多了 对 MD现在在酒店都已经那么忙了 他为了你的演出 付出那么多时间跟心血 可见他是多么在乎你 希望是吧 看你什么时候演出 我们一家人碰你一场 不要 你们来的话 我会更有压力 其实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 其实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 什么压力 又不是第一次演出过 没有 我是担心我的老毛病又发作 我不想在台上跌倒 跌倒又怎么样 跌倒爬起来了 我跟你讲 不要每样东西都要求完美 有时不完美也是一种美来的 大哥说得对 你要放松一点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这样你才可以好好享受你的演出 好 那你呢 有什么打算 我 随缘吧 感情这种事成就不来的 好 你能这样想就对了 P 怎么样 要不要我们帮你制造什么机会 不要 上次你们两个搞烛光晚餐 害我一个人把全部东西吃完 才能撑死 越有帮越有忙 我常说的 男人最重要就是以事业为重 感情的东西丢一边 我也要像大哥一样 把事业排在第一 好 回来 累了 回来 回来 妈 妈 妈 拿去楼上买东西 不会叫人 谁叫你骗我 昨晚说好要来的却没来 带醒你有没有回答 那我临时有事情要做 你不是临时有事 你是根本都不想来 你不是很高兴 我没有来 有人说你一大数话 你怎么知道 奇怪的 说要回美国 会留在新加坡 早知道他出现我就不要去 这么说 昨天晚上你来找过我们 有 看到你们两个有说有 是要拿我进去做什么 破坏你们的气氛 你是不舍得他们母子 所以忍不住又跑回去找他们吧 那胡说什么真的是 妈咪才没胡说 我打电话给你 Vanis的妈咪说你在哄宝宝睡觉 有吗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你又不是她的老公 也不是孩子的爸爸 为什么要无畏不制造官们 一家大小 讲了几百次 您都没有听到 我跟她纯粹是朋友关系 就这么简单 你一定超越朋友的身份了好不好 如果你不喜欢人家 就早要一点跟人家划清界限 什么界限 奇怪 都说是朋友 信不信由你 反正不关何事 我又懒得理你 借我走了 看妈咪生气了 奇怪的 该生气的人是我好不好 爸爸 叔叔会不会做我爸爸 你问我 你问你妈咪也差不多了 问我 可是我不要叔叔像做我爸爸 我跟你讲 以后不管你妈咪跟什么男人在一起 你要记住 我才是你的亲爸爸 你是我女儿 好吗 批评 当然批评 我买了云吞面跟甜饼给你们吃 可松比已经吃饱了 那就吃甜饼吧 美哥 你选 我要请腾 不要乱吃东西 你还在做月的 女人的 Lisbon满月很久了 对 我忘了 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不如让你的男朋友好好地安慰你一下 客厅留给你们 我去看Lisbon 都说不可以吃了 依林的孩子已经满月了 为什么还要吃月子餐 她说你妈煮的月子餐很好吃 就多订了一个月 怎么样 好不好吃 不要乱吃 要演出了 吃这个 天麻炖鸡蛋 又来了 什么又来了 我一大清早就准备给你吃的 为了不辜负你 我就把它吃光 怎么样 吃了一段时间了 到底有没有效 好 最近好像没有感到晕眩 那就好 那我的辛苦就没有白费 这段日子真的辛苦你了 很舒服 这里 大力点 这里 老爸 你看你儿子的命有多苦 本来周末是应该跟女朋友一起拍拖了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她 现在竟然被她当成免费按摩师 会很辛苦好不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一觉了 每次一闭上眼睛 Lisbane又哭 我现在才知道当妈妈那么辛苦 这也好 给你一个经验 以后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不无聊 不过听怡琳说 你大哥真的很厉害 每次Lisbane一哭 她抱一抱 摇一摇 她就不哭了 应该好好跟她学习 哈啰 我的手也很厉害 你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舒服 不过我有个问题 什么 你大哥一直跑来这里 你说她好比喜欢伊玲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大哥现在一心只想追回我大嫂 那她为什么要对伊玲那么好呢 我大哥的人只是这样 朋友需要她的帮忙 她一定会帮到底的 女人 Lisbane要喝奶了 来了 你吃 那我来 奶在冰箱里面 拿出来加热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个 你不会加热啊 你吃你的面吧 这么简单的事我当然会 好像有点烫 你吃干什么 你吃吃看 温度怎么样 那你拿去煮 我 是你叫我加热的吗 人奶不可以这样加热的 这是伊玲的奶 对 发誓 我真的不知道是人奶 我是担心会烫到我宝贝 找一试喝的 不喝都已经喝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去跟你说 拜托 我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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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尴尬的 那就要看你怎么收买我了 你要我做 你又做我妈都可以 好 那我要你帮我按摩一辈子 这还不容易 好 开始吧 这样可以吗 舒服吗 你 开心 我有公司要跟你谈 一起吃饭吧 公司在公司谈吧 那私事呢 我跟你没有私事可以谈 我们以前都是无手不谈的 你也会说是以前 好 就算真的是这样 好 就算真的是这样 我们都是同事 一起吃顿饭总可以吧 没必要 Net 我们去吃饭吧 好 我没想到你会约我出来吃饭 不过你不介意和我老爸一起吃吧 既然你约了人 我们下次再约吧 那改天再约吧 好吧 你的眼光还不错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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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转十圈就可以了 可是原本三十二圈的 四十二圈 只转十圈 我怕出来的视觉效果会大打折扣 接下来的动作我们就用 Granjete来代替 应该可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 怎么了 不舒服啊 还好 好 你为什么临时改变五步 老实说 我没有把握转那么多圈 我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就想放松自己的心情 好好地演出 而且我相信 换其他的五步代替 可以带出不一样的效果和惊喜 好 你舒服最重要 为了你 我今天一定会跳得最好 好 谢谢 你怎么会跳得很重要 谢谢 我今天要跟你聊两句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那晚真的是喝醉了 才会失控 对不起 算了 你以后不要那么傻了 你放心 我就快回台湾了 你再也见不到我 那好吧 你以后不要那么傻了 你放心 好好照顾自己 你的男朋友呢 我想亲自恭喜他 我帮你跟他说吧 他现在在后台忙着 应该没有时间见你 我不会妨碍他太久的 妈 不好意思 准备怎么样 祝你演出成功 谢谢 我想留下来观赏你们的演出 不知道方便吗 没问题 我需要安排 那我先出去了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 会不会有什么一模 你放心吧 他已经向我道歉了 再说我相信 他是非常有诚意看你的演出的 总之 你最好是跟他保持距离 大家准备一下 再多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加油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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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拿药 既然不舒服 为什么我还要来看表演 他之前只是小感冒 没有想到会引发哮喘病 他真的会选时间 什么意思 我说他真的会选时间 偏偏在这时候哮喘 他刚才喘到脸轻轻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好 就算是真的 你就不能等表演结束后 才送他去看医生吗 你也知道哮喘病很危险的 我哪里有时间 你又不是医生 既然那么危险 为什么不叫救护车 我刚才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要带他去看医生而已 你知道吗 当你离开的时候 我心里很难受 我差点分析 失去平衡跌倒 我是看到你没事 才带他走的 在你心中 他还是比我更重要吧 你讲道理行不行 我就是瞒不讲语 无理取闹 好 总之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听不进去 等下清工业 你不用来了 我会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 你不是赶紧要去清工业吗 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 刚才奶良他 算了 没事 不如我陪你去清工业 我亲自跟奶良解释清楚 不用了 是他无理取闹 不要管他 不行 一切因我而起 我一定要帮你解决的 不然我会过于不弃的 干杯 干杯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大家 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合作 干杯 美代还没有来啊 她不来了 为什么 这个演出是她提议的 怎么可以不来 MD 来啊 嗨 我刚刚跟奶良提到你 你就出现了 这位是 她是我的朋友距离 你们好 不好意思 可以跟你说几句吗 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 我是特地来跟你道歉的 我知道今晚是你告别舞台的最后一次演出 意义重大 对不起 美代没有办法看完演出 就走了 你今天根本就不该来 奶良 就这样走了 我上了厕所 你不会这么早就走吧 清工业刚开始 我不会这么不负责任半途走掉 你看到了吗 我只是装病 美代就不惜一切跟我走的 这种低级的招数也都说得出 好 招数不怕低 最重要 好用 我告诉你 美代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再缠住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怪我没用的 你只能怪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太脆弱了 就像个鸡蛋一样 我只要耍一点手段 轻轻一敲 感情就像鸡蛋壳一样 破裂了 破裂了 够了 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 专心去跳你的舞 跟我强女人 根本没资格 根本没资格 把手拿开 我就是不拿开 怎么样 想打我 什么 不敢出手 闹钟 不敢出手 不敢出手 算有种 不敢出手 你们还要吗 我去拿 我已经跟你阿阳解释了 她还是不相信 对不起 这次好像越帮越忙了 先走了 怎么了 你不舒服 严林怎么了 是她打伤你的吗 她也是在乎你 才会动手的 就算生气 不可以打人 你为什么要打人 我为什么要打人 她根本是在演戏 她刚才还亲口承认 她是装病 我已经跟她说了很多次 你是逼不得已才被我去看医生的 她就是不相信 你不用跟她解释 可是 我也不想你们为了我 搞到现在这样子 你这个人渣 你干什么 你疯了 她是个大骗子 你居然还相信她 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你还不快去追你的女朋友 没有 有话好好说 不要冲动 在找什么 找我的手机 然后去哪里 我就在这边 手机又不会自己乱跑 今天怎么一直到处找手机 我看我真的老了 这跟年龄没有关系吧 有心事啊 我哪会有心事 你可能自己都没发现 你已经爱身探亲一整天了 有吗 是因为慧敏吗 你之前不是说过要跟她复合吗 对了 之前是有想过 不过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了 为什么 那个Sean呢 他从美国回来的 他为了慧敏放弃所有的东西 他都这么做我还能说什么 嗨 对不起 吃到了 过来吃吧 买了你的份了 你们吃吧 我先回了 我都买了 吃了再走吧 好吧 你也累了一天了 这么少 你没事吧 没关系 来 吃了 我收到Rina的简讯了 说她整天天就要回来了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没义气 人家奶瓶照顾了我这么长时间 一句怨言都没有 谁说没有的 每天这样上上下才很辛苦的 不过看到古书那么可爱 我会那么喜欢她 再辛苦一点没关系 那你要不要认Lisbane做干儿子 可以啊 也不错 反正我没有儿子 真的 这样子吧 之前我一直没有时间 给Lisbane搞一个满月酒 不如下个周末我办个小聚会 顺便让Lisbane正式办你做干爹 那 Lisbane都已经满月了 会不会太迟了 不会啦 当做宝宝浴了 反正只是请一些 我们比较亲的同事朋友嘛 你有时间准备吗 还好吧 反正就在楼下搞办个自助餐 奶瓶 你可以帮我吗 可以啊 我一个朋友是做自助餐生意的 我打电话给他 好 那你负责安排 我负责请人 她们都睡了家不睡啊 放心吧 今晚就算不睡也没关系 明天大清早奶瓶就来了 对啊 到处可以好好休息 你会不会觉得 你最近开口闭口都是奶瓶 有什么问题吗 不要跟我说 你对她热酒生情啊 想想我每天二十四小时 除了睡觉之外 挤奶要用奶瓶 胃奶要用奶瓶 天天对着奶瓶我 端然日久生情啊 认真一点啊 好了 好了 应该这么说吧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她有点感觉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越陷越深啊 她是个好男人耶 你这么不祝福我啊 我为什么要祝福你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她只是一片好心帮你 她还想着跟她的前妻复合的 她说她跟慧敏已经不可能了 那又怎么样 那也不表示她会跟你在一起啊 感情本来就常常出乎意料的啊 懒得跟你说 我要睡觉了 等一下 怎么了 你跟那个奶瓶怎么样了 就这样咯 他们来找我 我就没有去找她 我两个是常气鬼 小事情气这么久 是她小气 她小气 你不会大人有大量 她不找你 你找她嘛 我才不要 我是不会向她低头的 谁跟谁低头那么重要嘛 她吃醋是正常的嘛 如果啊 为个男人为我针锋吃醋 多好 你吃饭的派对我请她来的话 你还好吗 是你的派对又不是我的派对 随便你啦 不跟你说了 我睡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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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派对 是我们的派对 在每个派对来的派对 尊敬派对 我今天好多一点 都是着泥派对 我来做我们的派对 你自己弄得到派对 我做你們的派对 然后我去富派对 你去走 你会做什么派对 我做得 но 走 没有,我是打算接了Vanny 顺便接你回去的 妈咪,为什么今天送你 我今天有空 那我顺便送你回去吧,来 不用了,我们自己走就可以了 星期六你早点来,我们可以去游戏玩 好,再见 走,走 妈咪,Vanny叫我星期六去她家玩 我不想去 拜托,她家有游戏堂 还有游戏堂,而且爸爸也有去 到时候再说吧 谢谢,享受 MD,Eling,你们来了 是我们三个送给你小王子的 三个人送一份礼,还好意思讲 我们是奖心,不奖金 姐姐,来写 谢谢 谢谢 转眼就这么大了 以后一定是个大美女 而且懂得叫你们姐姐 不是叫你们阿姨 Smit,他们来了 我的帅哥来了 我帮你拿过去 好,谢谢 你还在生我的气 你觉得我不应该生气吗 你这样做跟流氓有什么分别 你到现在还相信她的鬼话 这些都是她无中生有 真的是这样吗 我真的没想到 你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距离说得没错 我们的感情根本不够深 现在是你不信任我 现在是谁不信任谁 你宁可相信她也不相信我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才对你太失望 好 老板来了 老板好 恭喜你,依琳 谢谢 谢谢 这是凯欣,我们的训练 我认得你,小小是你 谢谢你,有心了 她很勤劳的,就像Smith一样 Smith,你带凯欣去吃点东西吧 我帮你拿吧 够不够啊 够不够啊 我寄来吧 好 嗨 你怎么来了 我买了玩具熊给静柔 叔叔,我都不想玩具熊 静柔 叔叔,什么事 那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不要浪费钱,买东西给他了 妈咪,你准备好了没有 处理快开始了 你们去处理,我载你们过去 不用了,不想麻烦你 我这次回来后 总觉得你对我的态度很不一样 我约那么多次,你就是不敢出去 你不觉得你这次从美国跑回来 太冲动了吗 为了你,我一点都不后悔 可是这一切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无法回到重新 不是吧,我才离开没多久 你就对我没感觉了 是不是你还放不下你前夫 我不想再谈感情的事 Sean,我不想你浪费时间 更不希望你为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放弃你的事业 你还是回去美国吧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我就决定不回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对不起 妈咪,快迟到了,我们可以走了没有 我有车,我载你们过去 不用了,我们做得事就行了 如果当我是朋友,就让我送你吧 阿姨,要不要吃那个酒 喝水 谢谢 你的小王子为什么还没有下来 对,等不起想抱他了 你呀,连小子也不放过 好,我去抱他下来 玉玲 你好 嗨 金融 你们来了 给Linsbender,小小心意 谢谢 Charlotte,你们忘了 阿姨送给你的 谢谢 那我先走了 你认得我吗 我搭过你顺风车的 当然记得,恭喜你了 谢谢 你人都来了,留下来吃吧 我们很多食物 不必了,我只是送的载他们过来 如果你是觉得不好意思 可以多包一番红包的 主任队已经开口邀请 你就留下来吧 酷酥 不要整天哭了 要听话,要像一个男孩子,好吗 Linsbender,你什么东西准备好了吗 好 妈,全部都准备了 好,帮我带他下去吧 好 可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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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Lina在就好 可以帮忙照顾你们 我就放心多了 我,Hanny和Lina不要回来 她拿着你照顾得好 不一样的 你放心 我有空就会回来看我的干儿子 买了这个给我的干儿子 你看,好看吗?角练 等一下Lisbon正式认你做干爹的时候 你亲自帮他戴上 没有想到真的认他做干儿子 其实我希望你能够不只成为孩子的干爹 还可以正式成为他们的爸爸 我是说 我希望我们可以真的在一起 成为一个正式的家庭 这样 无聊了,开动玩笑 我是认真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 第一个念头就是你 只要有你在,我就会觉得安心 我看你完全误会 我怎么可能误会呢 感觉是不会骗人的 其实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怎么可能呢 如果你对我没有一点感觉 没有一点点的喜欢我 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你每天都来照顾我们 我照顾你 是因为我担心你会在做错的事 还有我是为了谷叔来帮你的 我根本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你是喜欢我的 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而已 不是,真的没有 我心里只有惠明一个人 惠明已经有了Shawn了 就算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复合 我也不可能喜欢你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美萍,我真的需要你 不是,你听我说 你现在需要我是因为 你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你把我当成这个代替品 还有 你要分清楚同情跟喜欢 真的是哪回事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 没事 没事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抱歉 没关系 他很可爱 你小心,抱肝满孕的宝宝 很容易怀孕 我要抱,我不建议再生多一个 可以抓那个十个月的产妻 我天天都在抱 好可爱 你们想什么 没有 依琳,宝宝很像你也很可爱 对 爸爸,我要吃蜜糖 我帮他吧 谢谢 好 依琳 这个炉开不了啊 是吗 我看一下 走开 开 一个女人需要的不是一个职位的吻 而是一个了解她为什么落泪的暗影 所以我为了她 设计了这件内衣 这件内衣的外观朴实 不过只感舒适 就好像温柔的情人 轻轻地安抚女人的胸膛一样 我希望她能感受到 我时时刻刻都在她身边 为她解忧 为她擦泪 在剧外清醒 所有 从前 往事都 记忆过去了 此生爱着你 可惜又无法 陪你到最后 静怀 静怜了一场 曾恨痛的温柔 像这样也很好 偶尔寂寞问候 泪暗流 还是坚强几口 论平往事只为 回荡心痛